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一般人来说 洗澡是一件小事 但是对于失能老人来说 却是一个很大的心愿 别害怕 你第一次洗 有点紧张 我叫李明花 是一名助医师 今年44岁了 我以前是从事汽车零部件行业 主要是感觉到 遇到一些职业发展上的一些瓶颈 所以就选择了离职 那段时间的话 考了一个人大的MBA 最开始想到助医服务的话 是因为自己家的老人 遇到了助医难的问题 给老人洗澡的时候 很狼狈 很紧张 就是我也在找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服务 发现这是一个空白 就是想到了 这个市场的发展前景应该是很大的 最终就下定决心来进行一个创业 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家庭呢 就是目前家里有两位这个失能老人 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一般都是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 以及高龄老人 那这样一些人群他们洗澡的话 是一个是难度很大 另外一个风险很大 哪怕家里是有子女或者有护工的话 也是没办法完成一个深度助医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在助医服务前呢 首先会先清洗干净双手 然后为老人测量血压 体温 还要检查老人的身体 皮肤表面情况是否有异常 同时还要了解老人当天的一些其他的身体状况 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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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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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躺就行 您躺 对 我呢是这个老家是东北的 所以从小会跟着父母去浴室洗澡 所以我就对泡澡这件事呢 就是轻有独钟 那我们的这个助医服务呢 老人是可以非常放松的状态下 躺在浴槽内进行这个充分的中药泡澡 再进行给他洗头洗脸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身上这个给他扣澡 扣泥 我们是21年的3月25号成立的公司 给老人洗澡之前 也是经过很多的训练 然后也经过模拟 然后有用假人 然后也找真人模拟 但实际第一单的服务过程的话 还是和我们训练的时候 还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老人的状态也是着实让我们吓了一跳 老人因为脑梗 做了手术 他的头颅有一半凹陷进去的 不过让我们就是有点紧张 我决定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了 很大的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 要去面对 老人去洗澡这样一件事 别人会怎么看 顾务力也好 这个落差肯定是存在的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以前本科的专业是学日语的 我有在日本养老院工作的同学 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起了 这个日本这边的情况 所以就开始让我这个同学 帮我找这个日本的设备 然后我的1.0版本 其实从日本那边学过来的 直接学过来的东西 套到这个我们实际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环境当中 还有很多需要去改善和调整的地方 我们遇到过就是有三四年没能很好洗澡的这样一位老人 其实来到老人家里的时候 家里的老人味是非常的重的 准备要给老人洗澡掀开被子的时候 发现床单上面的这个皮屑是非常的多的 然后我们把老人抬起来的时候 这些皮屑像雪花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 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们当时可能泡澡的时间也给它稍微延长了一点 通过一次的筹澡都根本没办法能够把它的皮质能够清理干净 如果说觉得给老人洗澡又糟又臭 有很大的心理的一些障碍的话 那它肯定是坚持不了的 给老人洗澡肯定是有风险的 首先我们会跟每个老人和家庭来签署一份合同 另外我们也购买了这个第三方的这个家政责任险 来去进行一个兜底 除了这个几百位的老人家庭 我感觉深藤老人的生活环境是很孤立的 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缺乏生机缺乏色彩的这样一个生活环境 挺揪心的 他们需要更多的一些关怀 需要更多的一些色彩吧 他们的生活当中 过去呢还是遭遇了很大的一些困难的 但是现在的话这个情况也有了比较大的一些改变 包括这个社区呢也愿意能够去帮我们做一些这个推荐 和这个介绍 其实之前啊有很多人就质疑我 给老人洗澡的这样一个工作能够坚持下去吗 这份工作它真正是在让我逐渐成为更好的自己 更温柔的这样一个自己 有一天我老了以后 那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一个住老扶老的一个社会氛围 那一定是非常的美好的 了 并且是 papier 那似乎我 객兼斯 ientos